行政局,立法局,市政局,和區議會,四局議員 那次譚慧珠很厲害 他四條是同一時間做四條 同一時間,同一時間做了四條 同一時間是有行政局,有立法局 行政局委任,很容易 立法局真的選到,市政局也選到,地區議會也選到 我最記得,李柱米打架 李柱米很生氣,八九民運,基本法 很多,例如基本法 李柱米做斯特雲,有些事情爭取不到 有沒有搞錯,立法局要分組投票 私人議案,政府就不用,我們要分組投票 公民組別,搞這些事情,搞這些小團體的政治 那時候跟著李柱米的照片 李柱米說,譚慧珠去哪裏選,我就去哪裏選 就好像現在,社民聯會,追擊 藝民主派 不是社民聯會,是黃毓民 是黃毓民,是黃毓民退出座 黃毓民其實都很出乎意料之外 因為,其實,社民聯是誰創立的 是黃毓民創立的 和長毛和陳偉業 其實他們兩個都退出社民聯 我也不知道這個社民聯,還是否是社民聯 即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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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即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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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比你的基層 即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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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你說去干亂 即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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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確是,即是,即是 Где你是去經濟 你們兩個וא子 但,你也不會清一下基層的意見 穩住資本家,穩住公務員 許家團再多一個穩住就是專業人員 例如法律師,會計師這些 是他們要穩住的 即是殖民地時代,香港的社會政治 你都回顧得七七八八了 香港人參與政治的空間 第一個是1984年,將聯合聲明簽署之後 開放了一定的空間 因為那時有十二次爭言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香港人成為了香港政治主體 香港人成為了香港政治主體 再不是港英政府 官員都出來推銷港英政府代議政制 1989年的民運 司徒華那時候 大聲地說了一句在電台 以及在馬會那裏 1989年的民運 就是他退出草委 他說了一句什麼 今天的中國 明日的香港 嘩,還不夠煽動醒 嚇到專業人員 那時候 移民潮 移民潮 就是 我真的不生性 如果我生性 我做了校長 現在 我50歐這些我不做校長 1989年 如果我 生生性性 我90年代出來教書 1989年 文文之後 那些中產階級 中上階層 校長階層 律師階層 有多少移民 那些人紛紛吃移民飯 吃我那個唐哥 高級警務人員 都移民了 吃黃糧 炒貴了 加拿大的樓 是啊 最記得的 太私人家 最想叫我 跟他一起 跟他的兒子 有些相處 我說我不是 我在奉獻給神 讀神學 不過我真的讀神學 在1984年 在台灣 讀完四年 次學回來 在中大讀神學 奉獻給神 來做一些事情 那 我有自己的抱負 當時認識了馮掩基 尿承利和馮志活 馮志活 是我政治上的老師 因為他都說 基督徒也是崇姬不言 那時候 兩個拍眼上 搞環 推動香港的環島 和幾個人一起 組織了私立學社 好像現在這樣 搞港座 參與地區議會的選舉 但是我經常都 李永達和馮掩基 拍桌 敲桌 吃了一次飯 李耀琦出來選 選到現在都不出來選 我真的很後悔 我兩個很後悔 如果我的腳 坐得穩 我坐在教育的工作崗位上面 我不做校長 我都SDM 教到現在 怎知道我就 好像Victor那樣 或者好像這些人 自此才高氣傲 出來自己闖 我沒有才 豈有此理 如果坐到現在這樣 只有三個觀眾 又不是教授 又不是博士 好了 政治上也是 1984年 我最記得 我讀中大的時候 已經接觸這些政治人才 那時候民主派 去到哪裏都選到的 不會選不到的 因為親中的勢力 因為親中的力量 還未形成的 你看一下這個表 這個表 46月 這個表 46月 這個表 1997年10月 這個已經是1997年 韓國是1984年的民主派 1984年的民主派 1984年的民主派 是損失 只要你是李柱銘司徒 拍照 然後拆枝其化民主派 無論地區議會 或者立法會 都是贏爛的機會 因為親中的力量 都未形成氣候 未組織起來 你看看 1997年 民主黨是 多少聲 支持度 20.3 20.3 民建聯只有多少 4.8 4.8 4.5 就是持有4.5倍 4.5倍 現在就是六四王金帝力 可能不是 好了 去到2005年 就比到2005年 2005年已經11.8和11了 就是持有0.8 民建聯和民主黨 因為民主黨分化了很多 有前線 有公民 有公民 有公民黨 有職公民 但是呢 2003年 不作得對 2003年 因為沙士 還有23條 所以2003年 也是一個契機 那時候我現在還沒有這麼老 還能走 如果2003年 我再撥出去選區議會 也是在贏的 因為沙士 董建華 怎樣 政績 真的是 佛善可塵 或者是 8萬5 令到多少付資產 連自由黨 上街都叫 董建華 落台 董建華 落台 就是這樣 自由黨發動的遊行 近幾年 有些人懷念 董建華 所以 2003年 沙士 死了幾百人 千多人 那些醫護人員 整個社會民心的凝聚都散了 然後 又23條立法 葉劉席也得罪了香港人 又說 你不見那些 賣漢堡包 大家樂那些 會出來選嗎 那些民意值得尊重嗎 什麼 希特拉也是直選上台的 來否定直選 這些是大罪來的 否定民主要粉定直選 在香港這個反共氣氛還是很濃厚的時候 八九民運的靈魂 那個 優零 可愛的靈魂 還沒有在香港人消散之際 而你香港人 在董建華這八年的 八年的什麼統治啊 八年的 有句話 那時候是長毛講的 董建華 建華內亂 是啊 建華內亂 建華之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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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 搞到幾百 幾十萬人付資產 然後 在電台訪問 突然說 霸了一句 八萬五萬 這個政策一早就沒有了 這樣 唉 那你說 那二年三年你說幾特選 突然間民主黨 那個 選舉的比例去到23.2 民建聯 跌到5.8 然後民建聯就起了 因為民建聯呢 就 派堂嘛 蛇宴啊 派欖母啊 做很多民生啊 真去真 這些好的啊 我不是顧面的 這些對公公婆婆來好的 所以民協呢 有民建聯在這裡 我也聽到一些公公婆婆 街坊都說 傳出來的 說 阿基哥啊 我們不能夠選你啊 希望你原諒我啊 就是 我們受了很多人來的 可能不知道什麼了 不說了 即 民建聯 民主工作 他做 做不了多少 因為 因為民主工作